国内最华丽的十个酒店,你认为哪一个最值得去住? 香港利斯卡尔顿酒店位于环球贸易广场顶部103层至118层,共有312个房间,普通套房起步价,为每晚6000港元,而入住顶级总统套房,的花费则达到每晚10万港元。 香港利斯卡尔顿酒店大堂所在楼层海拔超过400米,成为全球位处楼层最高的酒店,钓鱼台国宾馆,是政府专门接待外宾下榻的酒店,当然也会有限度的对外开放,占用了大面积的皇家园林,守卫都是真枪实弹的武警。 据说,乾隆皇帝的玉床,睡一晚的花费好几万美金,北京中国大饭店,里面的奢华程度,不亚于任何一家迪拜的酒店,干干净净的地面,各种装饰品,富丽堂皇的气势完美的表现出来了。 该酒店,接纳过几十位国家,的元首和政府首脑,三亚海棠湾天榜洲际度假酒店,拥有全海水海洋世界的国际名牌度假酒店,于2014年1月正式营业,酒店地处国家海岸,海棠湾,坐拥避海诱沙,绵延捏林。 大连城堡豪华精选酒店,在这里住宿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,其中它包含了客房292间,另设有一个健身中心与SPA等等。 澳门新普京酒店,是出立在澳门普京路端一所赌场酒店,拥有多套豪华套房,装潢极致,每个房间均配备蒸汽浴室,直径60厘米。 热带雨林是花洒,极多像是阿摩浴池,上海外滩W6酒店,以其特有的曲面型结构独树一致,保证了酒店几乎所有客房,都可以进享到黄浦江的迷人景致,让宾客将上海悠久的历史与飞速发展,的现代间的魅力差异兼收眼底。 内蒙古莲花宾馆,是地球上的唯一不用砖、拔、沙、石、水泥、钢筋,而建造的绿色建筑,环保生态生态型酒店,是世界上最好的度假场所,也必将成为人们心灵深处的一片净土。 广州花园酒店,这是岭南地区最好的酒店之一,在国内五星级商务酒店中,也享有盛誉,豪华的装饰,完美的设施,让酒店闻名中外,里面拥有各式各样的客房。 深圳瑞西酒店,酒店的所有297个房间,占据了京基100大厦最顶楼的28层,在给顾客提供奢华的城市景观,秉极的室内科技,和高于1000英尺的绝对隔离的同时,也成就了精致而赋予创新的现代装饰风格。 这座建筑高100层,宾客可在95层的大堂俯瞰深圳壮观迷人的城市全景。